衰竹的消息 這位國民黨提名 立場的團結代表 董主席主理論和今晚安隆 作為主席 曾經對中國官方媒體 共和標示 求你共和 只有一中無國標 主理論這邊 只有回應說 我們接 完美是不能改變的 另外這個 但是中長是出席了 中醫師的後完會 為何部長四水完 有夠重提出 我們讓人批評說 是違反到性質 重立的環境 國民黨提名立場團結代表 將台北市長候裕兵 跟董主席主理論 也有九萬安也作為參加 曾經對中國官方媒體 大臣的說 九二共識只有一中無國標 國配平國民黨 卵書改歲九二共識 立場翻起翻倒也倒退 曾經對這點主理論 親身出來回應 我們講他們的 我們講我們的 不就是各表嗎 我想這是本來 大家就瞭解的事情 只是有著一直沉迷 在自己的幻想裡面 九二共識議題 拿到相表是一句來一句去 同樣他們去正義的 約還有十一 但是中參加中醫師 後完會生立大會的時候 為何部長四水完 親身去現場地數 有表達支持 協用 批評是違反行政 中立的環節 動用中央地方的各項資源 為特地的選人來助選 我想這些大家看到也不意外 但是市民對於行政部維持中立 但用行政資源 都是非常反感 薛瑞源他應該是部長 他應該是政務官 政務官本身 他就有他的執長 所以政務官的部分 我個人比較沒有意見 收到選選出現 三下都的教民 他不當就參選的 陰陰陰陰 早上去錄電台節目的時候 也去向問到跟民眾黨 也有親民黨的性感 除了背後 也正是保標時 親民黨主席的宋初如 就不會輸是親人 一樣 如果市長 關門帝就像老師一樣 記者 中學報道